跟各位講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剛剛做的東西把它刪 就是錄製完之後會多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這個樞紐分析表先刪掉好了 我已經把它錄製好了 那錄製步驟剛剛講過了 接下來的話呢 可以從那個聚集裡面 找到剛剛那個樞紐分析 那個產品樞紐名稱樞紐 然後這邊的話 我可以讓它去編輯它一下 那我按編輯 你可以進到這邊 那裡面大概相關的細節部分 怎麼去做註解 雲端上其實也有說明 不過 你要修改 可能會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因為我們新增工作表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Shit Add 那記得就是把它新增到那個 最後面一個 特別是因為我剛剛講過 就是它預設是新增到前面 新增到哪裡 新增到工作表的前面 我先用放後面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可能要自己輸入 可能要打一下 After After 意思是說在它的後面 冒號等於 跟它講說哪一個 那告訴它說我要在 shits 刮弧 跟它講說第幾個呢 最後面那一個 最後那一個怎麼敘述呢 就是打一個shits 點 點count 它會自己跳出那個count 意思是告訴你說 總共有幾個 你可以點它兩下 或按空白鍵 也可以 後刮弧 意思就是說 幫我加在這個 哪一個呢 加在最後面一個 那接下來的話 還有個地方 那個有幾個地方 尤其是這一行 就是這個Active Wallbook 這一串有沒有 記得 蠻多地方可能要注意的 因為你 最容易出錯就是這一行 那有哪些地方 需要 把它刪掉的 特別注意喔 因為 每一個 我們的每一台 這個Excel的版本 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為了將來 你不要出現那個版本差異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裡面有什麼 豆號 version 這個version是版本 那我目前是14啦 可能每個人錄下來的版本 都不一樣 那這個如果說 將來你換一台電腦 版本不一樣 那可能這邊就卡住了 所以我是建議 第一個請你把那個 version相關的 把它刪掉 豆點 在version 到瓜糊前面這個 先把它delete掉 因為這個我記得 好像會影響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後面還有個豆點 defaultversion 然後冒號等於 底線加 在下面這邊也有一個 是預設的那個 哪個版本 我建議你給我把它刪掉 否則的話 它很容易出現 錯誤就卡在這裡 把它刪掉 defaultversion 加下面這一行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table destination 意思是說 你要把這個結果放在哪裡 因為它 要幫你把那個 最後的樞紐分析表 那我們要把它放在哪 因為我剛剛有增加一個 最後一個嘛 所以記得 我們在這邊敘述它 敘述的方式是 雙引號裡面 跟它講說 哪一個工作表 那請你把這一串 改一下 其實在我們講義的 第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 第 第25頁 其實這邊 也有 第25頁裡面 也是 這邊 其實我剛剛就改 改兩個 比較主要的地方 是這個 加這一行 跟加這個 table destination 那你會發現 這個 table destination 冒號等於後面 可能 盡量不要打錯 因為打錯的話 可能執行就會卡在這一行 那改的方法就是 這個把它刪掉 把什麼呢 其實你會發現 shoot.com這一行 你可以把它拿來複製 複製到剛剛等號後面 然後並且告訴它說 請你幫我 加在那個 最後那個工作表裡面的 哪一個儲存格 你要告訴它 哪一個儲存格 那儲存格 你要用那個 range的物件 因為這邊的話 我們不是用雙引號的話 那可能你就是要用那個 就是 range的物件 跟它講說 你幫我放在 最後一個工作表 的點的話 就是下一階 它的什麼呢 A3儲存格裡面 這樣的話 基本上 大概就改完了 再來的話 剩下來就是 我們執行看看 不過如果 其他就是再加上那個 註解 註解部分的話 我這邊就是 剛剛講的 你可以 1 游標可能放在 A1 然後呢 再新增到最後 分別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 我們的獎益第25頁這邊 也有一些相關註解 那假設都改好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 看會不會成功 一樣 按F8 其實 這邊多一個 改過的 我以為 改完的 這一個 執行的話 就會像剛剛看到的結果 就是會 自動跳出一個 改的那個 這個 游標 放在A1 新增到最後 你會發現 這一行執行的話 它其實 就會自動幫我怎麼樣 把 這個地方 增加一個工作表 新增到最後 那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資料帶過來 給 所以資料 把它帶過來 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就幫我產生一個 那個Catch 不過這兩行 可能要 這兩行 可能要把它刪掉 這兩行是多的 這兩 就是下面這個 再選 工作表16 不過目前 因為你每新增一個 它數字就加1 所以這兩行其實可以不用 這兩行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再來就是怎麼樣 幫我把那個 樞紐分析表 加上 列標籤 再加上裡面的值 再加上裡面的那個加總 它就慢慢幫你把那個 結果給做出來 OK 如果這邊 可以試一下 我這程式好像裡面有一些 那個 所以 如果正常應該是按下 就自動產生一個 我們需要的樞紐分析表 裡面的話 請各位 先試著改一下 裡面 比較會有問題的 就我剛剛講的那幾個地方 包含就是說 那個 你要新增到最後面 所以就補一個那個 Aptor 就剛剛講的這一行 另外的話 還有那個 Table Destination 尤其是這個 Table Destination 後面的話 記得就是跟它講說 我要新增到那個什麼 ShitShit.com 但後面可能它跟它講說 哪個儲存格 不是只有告訴它說 哪一個 工作表 還要多一個 就是哪一個工作表的 哪個儲存格 那這個敘述的話 比較活啦 因為預設錄下來的是一個 字串 那個字串是固定的 那固定的話 它沒有辦法隨著說 你不同的那個 新增的工作表去做調整 所以這邊為什麼要加這兩行 主要目的是 以後這個才會是 你新增之後 自動就產生一個工作表 那其他的話 大體上應該就 照著這個流程來跑 應該就OK了 可以試試看 然後 來看 好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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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